中国古代三大事情方法 发明者都是千古一帝 做法却一个比一个离谱 让后宫嫔妃苦不堪言 那这三种事情方式究竟是啥 又为什么说他们奇葩至极呢 皇帝作为古代封建时期至高无上的存在 拥有众多机械嫔妃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俗话说的好 后宫家里三千 任何一个帝王家后院都一定是美女如云 当然这种现象也不单单是为满足帝王们的淫欲 一招天子还得承担为皇室开支散业的重要职责 否则皇家不就后继无人了吗 因此帝王后宫必须嫔妃众多 那么问题也来了 一个君王那么多机械 他真能把每个人都记住 做到羽露君瞻吗 事实上他记不住 可为了子孙后世着想 皇帝们如果只让那么几个他能记住 受到专宠的妃子侍嫔 又势必有损皇家的切身利益 所以无论这个帝王有多爱某个宠妃 在他挑选嫔妃侍嫔时 也会尽量做到羽露君瞻 可记不住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历史上有三个帝王 想出了三种性质不同的灵性方法 虽然一个比一个奇葩 可有些方式却令后世天子们纷纷效仿 甚至沿用至封建末年 咱们先说第一个 也是最浪漫的一种事情方式 他的发明者可谓鼎鼎鼎大名 唐玄宗李隆基事业 众所周知 玄宗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情知 他和杨贵妃的风流运势 至今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即便是如此独爱杨玉桓的玄宗 为了开枝散叶 他也没有直宠姓贵妃一人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杨贵妃实在太美 几乎占据了玄宗全部的宠爱 因此对玄宗来说 宫里其他女人都是颜色尽失 根本不可能记住 那么多嫔妃的名讳或样貌 于是为了每天能和不同的妃子留下后代 玄宗想出了一种非常浪漫的灵性方法 叫做相性法 为了延绵皇室香火 唐玄宗在灵性嫔妃上独有一招 被称为相性法 那这方法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 步骤其实很简单 每天晚间到了就解十分 后宫太监们就会将所有嫔妃集结到一起 这时玄宗粉末登场 从太监手里接过一枚香囊 站在稍远的位置 朝嫔妃们一抛 香囊砸到谁或者被哪个妃子有幸接住 那这个幸运便能成为今晚的世锦妃嫔 听起来是不是跟新娘在婚礼上抛秀球有些相似 还挺浪漫的吧 然而别着急 更浪漫的还在后边 后来时间久了 玄宗觉得这个方式有些乏味 于是又想出了另外一种更浪漫的灵性方法 夏天的时候 他喜欢用营性法挑选世锦妃嫔 顾名思义 就是命一众机械拿着网兜在夏夜里捕捉萤火虫 谁抓到的多 谁就能成为今晚的信任 想象一下那种下之夜 一群穿着薄纱的后宫嘉丽 在营火虫纷飞的御花园嬉笑打闹 用情奔跑 该是怎样一幅绝美画卷 简直赏心悦目 这是夏天选妃世锦的方式 那其他季节呢 春秋两季蝴蝶种多 于是玄宗又发明了有意思的蝶性法 让妃子们在资格寝宫前都种上美丽的鲜花 每当夜晚来临 玄宗便放出一只蝴蝶 命太监跟着蝴蝶走 看这只蝶停在哪个妃子门前的花上 他便选择谁今晚是今 如此一来 春夏秋三季都有了独特的灵性方式 冬天再改回最初的香性法就完事了 由此可见 唐玄宗还真不负他浪漫天子的名号 为了灵性妃嫔 都能想出那么多千七百怪的花招 也难怪杨贵妃会和他爱的死去活来了 而相比咱大唐的天子 清朝皇帝的方法则显得无趣的多 康熙的一生丰功伟绩 可谓将大清代相鼎盛的第一人 但在选妃事情上 他却发明出了一种十分敷衍的方式 前朝皇帝临姓妃子都是去嫔妃寝宫 可康熙却认为这是一种沉迷女色 不务正业 有损皇家威严的体现 于是就改成了每天妃嫔们到皇帝请殿事情 怎么选妃子呢 方式也很乏味 直接让太监呈上所有嫔妃的姓名牌 皇帝想要谁是紧就翻谁牌子 然后这个妃子就会被提前通知书西打扮 再被太监们用被褥裹着抬入皇帝请殿 这个方式自从康熙开创以来 后世清朝所有帝王都纷纷效仿 直至大清覆灭 而看到这里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翻牌子的方式其实存在很大漏洞 皇帝想临姓谁就翻谁 和唐玄宗的随机性质不同 康熙帝的方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凭皇帝自个儿一怨 这就导致了清朝后宫很多嫔妃 甚至一生都得不到一次侍紧的机会 也直接造成满清皇室后来香火愈发贫瘠 到最后诸如光绪 溥仪这些末代帝王都不是天子清楚了 也为大清最后的覆灭埋下伏笔 古代皇帝是如何选妃嫔妃的 唐玄宗浪漫的相信法 康熙帝漏洞百出的翻牌子 然这两人的创意都比不过洋车旺性 那这究竟是怎样一种侍紧方法 又是谁发明的呢 也许你曾听过洋车旺性这句成语 但却从未去深究其背后含义 而这个词便和咱们要说的最后一个侍紧方式有关 晋朝的开国皇帝叫做司马炎 他是司马懿的孙子 司马昭的嫡长子 其刚继位时 其实是个挺有能耐的帝王 历经图治 推行节俭 振兴经济 促成了晋朝开国之初的繁荣景象 然而很多皇帝都有个通病 就是甭管执政前期有多励志 执政晚年就越来越飘 变得昏庸无度 司马炎也是如此 他晚年时极度沉迷女色 后宫家里成千上万 因此还发明出了一个非常离谱 奇葩的临行方法 这就要说到成语洋车旺性的由来了 司马炎因为极度好色 到哪都会招募一众美女入宫 甚至还专门命人到全国各地网罗天下美人 因此他的后宫人数众多 那么多人 他当然不可能每个都记住和宠幸 于是到了每晚就寝之时 要找谁室请就成了司马炎一天里最犯难的事 绞尽脑之后 他想出了一个史上最奇葩的方式 就是命人每天驾驶一辆洋车 在后宫随意行走 他就坐在后边车上 看着拉车的山羊 每晚停在谁请宫前 他便选谁室请 咱都知道洋的选择那是很随机的 而为了使这个概率事件 发生在自个身上的可能性更大些 司马炎的妃嫔们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有人在地上泼洒盐水 因为山羊喜欢舔湿这种咸味 以此来吸引山羊驻足 有人在自个儿门前插上一根竹枝 使用美食诱惑 更有甚者直接把寝宫门口改造成了大片竹林 人人都希望得到侍寝的机会和帝王的宠幸 后来 这个典故被记录在禁书之中 称作洋车旺幸 比喻那些希望得到他人重视和宠爱的行为 总而言之 论及侍寝方是唐玄宗的最浪漫 康熙帝的太乏味 而谁都比不过司马炎的离谱和奇葩